回顧一下上一回合的比賽 軟球一開始的胖胖略奪者前壓 再加上這個 真的是讓灰有點灰頭土臉 光炮還沒有好被空降 對 後來一個雙線空降 在你的光炮還沒好之前 就直接打到你主礦 然後所有兵拉回去主礦的時候 二礦再給你一個打擊 灰真的是損失掉了非常非常多的工兵 後來經濟跟不上 我們後來看到這一波有白球有閃電的情況下 都沒有辦法守住 那在這邊直接是 我覺得BO直接是用經濟把你壓平了 而且存出幾乎只有生化部隊而已 只強兵跟掠奪者 對 還有一寮妹妹 軟球連拿兩分下來了 那現在來到了一個賽末點 軟球繼續打 而至於游宜鋼田推出的第三棒 是揪九 胡玉強選手 揪九的成績是12勝14敗 4乘62的勝率 他對戰人類有六場 五成的勝率 對戰軟球是一勝兩敗 在旋風 他選的旋風這張圖 揪九是一勝零敗 那軟球在本季 還沒有打過旋風這張圖 對 那上個禮拜 是舟舟用一個樹飛堂打法 打贏的BALL 對 沒錯 衝到你家這個把科技打掉 軟球的打針還沒有好 而且它是防空砲台蓋到快要好的時候 被飛躂點掉 那這種樹飛堂的打法 它的開決方式是一開始先裸霜 放下狗石之後很快的補瓦斯 那先提狗素 因为狗素要防火车 那之后呢 在有100块钱的时候 你可以拉一只工兵回去挖瓦斯 挖矿 留两只挖瓦斯 然后等100块钱的时候呢 马上升二本 之后再把这个 就是瓦斯补起来 然后可以除飞糖 那飞糖出来的数量大概是八九只 好 就可以看看 99这个回合会不会一开始 如同BETA刚刚讲的 要速飞糖的前奏曲 我先来看一下他们的点位 在旋风这张地图 对 我们来看一下11点钟方向呢 好 11点钟方向 看一下 看起来 好 10点钟方向 犹豫钢铁人的旺族 好 来看到五点钟方向 红色的人类呢 是Bo 摇是太阳神的Bo 旺族 个人的近况的部分呢 最近的无 différents比赛 也有三圣 三圣两败的一个成绩 那三圣里面呢 是赢了Lin 赢了Bo 又赢了Lin 兩半輸給了Slam以及DS 昨天的比賽他就是贏了Lin之後 之後輸給了DS 他贏了Lin 久久昨天贏Lin 是一開始殺了Lin的七個哨兵 哨位 然後輸給DS是在 輸給人類的DS是在 一開始二礦口就被蓋了三個碉堡 對 那個打法也是相當老 就是之前 從去年就有職業賽 就有這樣子的打法 在國際的交流上面 那我上次看到真的是相當特別 又出這一招 不過現在軟球BO是有AK O-KILL 就全部KILL殺光 殺掉 O-KILL的機會了 因為他已經連贏兩場了 軟球在上個賽季 KOF有過兩次 AK的紀錄一次3比1贏了 橘子熊 那次是Sam不在 另外一次是3比1贏了 樂生鋼鐵人 本季軟球還沒有AK的紀錄 不過本季喔 我們說這個AK過去16場 KOF有6次 那個紀錄是3乘75 看一下 那我們回到這個 九九剛剛下了一個特別的東西 是他先下瓦斯 對 他下了瓦斯之後才放下狗池 所以這個瓦斯又是更早了 就是等一下狗池完成之後 他是可以直接升提速 那幾乎可以了 那我們等一下要來看看 九九這邊有一個什麼樣的想法 因為這麼早的瓦斯還蠻特別的 尤其是在地圖這麼大的情況下 那我們看到九九提了狗速之後 也沒有把工兵繼續拉回去 不過現在太空工程車看到了 對 就是BO看到了 BO這邊是完全看到九九的狀況了 那這樣子的話會變成 BO這邊要準備想一個辦法 會不會是要來打我一波啊 這個BO應該會緊張一下 好 這邊又補了 看到的是兵營 哇 這麼缺瓦斯 我們知道充足很急需瓦斯的話 一個飛躺 不然就是充值遞網 充動嘛 對 那也有可能是一個快攻 這個九九是放下了蟑螂繁織場 這邊應該是要打一個一波了 就是我們會很快的做一個前期的壓制 看看可不可以把你吞掉 應該是盡量能把你吃掉就把你吃掉 因為在充足一開始這樣子做開局的話 不把對方壓倒 那會變成自己的營運會虧很多 所以他也知道軟球的營運很強 結果他決定要衝一波 不讓軟球營運成型 哇 這是Stay Moore點了 這樣也是很拚喔 對 這個很拚喔 地圖很大 而且軟球是一開始就偵查到了 對 重點真的就是軟球已經看在眼底 所以他現在應該也是會做防守 有 軟球的這個一個建築方式就已經算防守 因為一般人對蟲應該是會 可以攀到女藥就攀到女藥 因為可能會防守你一開始有幾隻蟑螂啊 或者是小狗要來客我的火車 就是他一開始會攀科技 然後開到自己的兩礦三基地 那不過軟球這邊是直接 剛剛去探查過之後呢 放下了第三個兵營 然後呢 馬上補了軍工廠 那門口也放下碉堡了 這碉堡是一定要放的 那你看到蟑螂已經來囉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看到 揪揪這邊能做多少傷害 我其實覺得這一波有點堵啊 我覺得軟球 如果剛剛在這個所有的探查過程中啊 然後所有的可能猜測 覺得對手可能會要來打我一波的 這種心理博弈上有覺得有 就是有覺得對方是會這樣子走的話 應該是可以守下來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軟球這邊的一個操作 跟防守啦 然後這邊 蟑螂過來了 對 有機槍兵 有碉堡 有碉堡喔 主要是碉堡也很難打啦 那SED可以從裡面做維修 對 哇 蟑螂打得下來嗎 哇 看起來有點難呢 對 有點困難喔 哇 這邊這樣 這一個一波 哇 全部送光嗎 喔 蟑螂還想跑 跑不掉了 哇 這邊是完全沒有做到任何傷害啊 哇 軟球室 還反壓了 現在要反壓了 對 軟球室 我連拉SEV 拉太空工程車都懶得跟你拉 我直接繼續挖我的礦 這些都不用勞煩啊 太空工程車出來泡茶這樣之後 直接就把客人給請走了 對 那 還沒有泡茶咧 九九工兵是補到46隻 那算是兩框可以滿營運 但是火車 不理後蟲啊 直接進去燒 對 直接進來燒 繼續燒你的 這邊燒工兵是很重要的 因為對九九來說 現在補工兵是非常非常重要 工兵不能死太多 哇 後蟲 哇 這邊直接上來 後面的陸戰隊跟上 這邊有可能帶走啊 對 哇 軟球要是演出AK的話 將是本季第七次了 同時也將會是 魷魚鋼田 本季第五次被AK 總共聯盟 全聯盟目前才七次有人演出AK 當中有苦主魷魚鋼田 可能會佔了五次 如果今晚又是軟球贏的話 這一場回合又贏的話 哇 剛剛這邊是拉了所有的工兵 二十二隻工兵損傷啊 那這邊已經是完全沒有營運了 哇 經濟損傷超大的 BO 這邊的機槍兵 又是機槍兵 對 自己要出 軟球又是機槍兵 哇 機槍兵就夠了 哇 無敵的陸戰隊 對 這個蟑螂是商城買蟑螂 SAN 是商城買蟑螂 軟球這邊是商城買機槍兵 軟球看起來很興奮啊 哈哈哈哈 那這個 耀玉太陽神還有AK 李哲偉 少年球王十七歲的李哲偉選手 今天可能就來吃便當就好了 對 軟球在上個賽季有兩次 一打三的紀錄了 那今晚他有可能再演出一次了 現在對他來講是很大的優勢啦 人口單位數也領先了有三十個單位 對 這邊應該要一打三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們這邊打戰也是快要好了 上來的話等一下可以做打針然後甩槍 不過北坦覺得 就 揪著打一波會失敗的原因這樣 我覺得失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軟球有探查到 有看到還繼續這樣子打 對 我覺得這個有探查到真的是差很多 有探查到而且以軟球的實力來講 他就知道怎麼防守了 對 他就直接判斷了 哇 這邊連剛剛從出來都直接送掉了 這邊直接再繼續進來 我覺得 Jojo也沒辦法 因為他漲場場已經蓋了一半 而且瓦斯都挖了 就阿 被你看到了 我也只能這樣打 就頭都洗一半了 只好繼續洗下去 只要把泡泡都洗光這樣 對啊 那當然就 所以真的 星海這款遊戲的偵查 如何應對 真的太重要太關鍵了 對 所以軟球就以意代勞啊 都已經真的 連太空空存車都不用拉 就守住了 對 就守住了 那 Jojo這邊是打算開始出感染蟲 不過這樣兩礦的一個經濟 而且自己工兵數量也是非常非常少的情況下 只有26隻工兵應該是非常非常困難 看到軟球已經是三礦營運了 礦流丟不用錢的 軟球 60隻工兵 然後6隻礦羅 對 對上呢 對上27隻的探測機而已 哇 經濟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對 我看到 不過軟球好像沒有硬 就是集資要把你打下來 還是繼續在家裡營運 軟球 是真的要出核彈嗎 沒有啦 哇 展遠很想念核彈 不過真的現在這個局勢 已經很明顯的一個差距了 是 這邊已經是差相當多了 人口也是人類這邊領先了三四十了 那 我 的確是出感染蟲 會比較容易呢 就是用一些證據啊 或者是 或者是丟蛋來給你食物 或者是去訂你的太空空輪車等等 但是 我覺得這個經濟上的一個差別還是太大了 還是要看一下 等一下 Jojo要怎麼應對囉 好 死守只有最後一波 看到軟球已經在中間擊冰了 好 打針 好 這邊這一波又 蟑螂有移動速度 趕快跑 可是應該是跑 跑不太掉 好 陸陣隊加濾奪者繼續的往前吃 對 濾奪者也有震撼彈 趕快蹲地 喔 這一隻蟑螂 寶珠一命 寶珠一命 寶珠一命啊 最這個 最駝鳥的這個白頭 蹲地進來看看 對 我們這邊要 橄欖蟲進來 我覺得它可以分兩 就是兩隻一隻這樣 可以去不同的礦局去丟 都有 屁想丟出來 丟丟丟 那 不過這樣子的話呢 人類就會開始做一個掃描 不過等一下應該會掃描一下 找這個橄欖蟲在哪裡 嗯 哇 由於鋼鐵人呢 本機已經是有被FLY給AK 還有AK AK SAN AK還有昨天的DS 對 軟球這邊打上來了 這一波過來還有醫療艇 那可以補血的情況下 再加打針是非常非常痛的 那JOJO在這邊是 完全無力防守 正在出十一十二隻的蟑螂 可是這蟑螂出來 也是分散著出來啊 主框右框已經被解一半了 直接打出了GG 好 所以是有用力的 曜越太陽神的軟球球 不 詹正宇選手 今晚呢演出了AK1打3 讓曜越太陽神呢 是以3比1 擊敗了油衣鋼鐵 拿下了今晚的勝利 我們先休息下 馬上回來 好 各位观众 在下个礼拜 特别是我们播出的时间 有不一样 因为礼拜六 下个礼拜六 12月22号 也是亚洲冬季棒球联盟的冠军战 所以那一天 12月22号礼拜六 一样还是晚上的9点钟 过来娱乐台湾的现场直播 跑步卡丁车是 华裔Spider 对上台北音音队 SF王来是橘子熊 对上华裔Spider 新海全巴尔则是 游易钢田 对上华裔Spider 好 至于在下个礼拜天 12月23号礼拜天 则是冬季联盟冠军赛 前一天就打完了 所以是晚上的8点钟 8点钟开始就回复到 原来的8点钟现场直播了 跑步卡丁车是 游易钢田队 橘子熊 SF王来是 耀越太阳神对上游易钢铁人 新海真巴尔则是由 游易钢铁人 对上的是华裔Spider 欢迎观众朋友 持续地来锁定 好 那我们今晚的准备到这边 也要完全地告一个段落 非常谢谢我们的赛系奖品 Beta 谢谢展元 同时也非常感谢 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徐展元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